国库共股研究昨天发布了2024年家庭状况 2019-2022年家庭与疫情报告 内容深入探讨疫情对家庭的影响 当中涵盖了家庭收入与支出 学校教育与数字访问 以及数字医疗等四大关键领域 报告显示来自低时群体 年龄30岁以下者 基本退休储蓄金为24万令吉 根据公积金局的估算 一个人要在55岁时达到基本退休储蓄目标 就必须在30岁时拥有至少35000令吉的储蓄 然而以目前的数据来看 超过90%在30岁以下的会员无法做到这一点 而这也凸显社会新鲜人 起薪较低的解构性问题 导致他们无法达到退休时的基本公积金存款 不过该局指出 随着公积金局第一户头的缴纳比例 从70%提高到75% 预计到2035年将能够有65%的会员 实现基本退休储蓄 尽管如此 报告还是建议当局重新检讨 以25万令吉作为退休储蓄的目标 因为随着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 25万令吉可能不足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和医疗开销